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与Yaron一起聊音乐的时刻 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 东方与西方在学习音乐环境上的差异 以及Yaron他本身来自以色列 到底以色列又有什么样浓厚的文化背景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东方和西方你都有带过 你分别在欧洲居住过一段时间 也在中国居住过一段时间 那你对于他们在学习音乐的环境 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有很多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首先 你说中国和欧洲吗 对 我觉得现在在中国 他们这个水平是越来越好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 可能不是那么的习惯 没有这个音乐的 这个西方音乐 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习惯 然后这个文化 所以可能就是有很多钢琴学商 但是可能他们的那边的听众 然后他们的这个所有的 这个教育可能不是 所有这个教育可能不是 还不是属于这个最高的水平 我觉得在这个比较大一点的一些城市 比如说上海 北京还是水平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可能去其他的地方 会有一些可以看得非常好的一些 小朋友或者这样的 但是可能他们的这个老师 可能还是没有属于这个最高的水平 现在可能中国有很多很多钢琴 钢琴家就是去欧洲或者去美国 学习然后回到中国 这个对这个中国的教育会非常好 因为这样这个他们会这个提高他们的水平 对然后这个欧洲可能 比如说我已经去德国的时候 去英国的时候去法国 所以这些地方 大部分特别是比如说比较大的学校 这个可能他们真的是水平是全世界最好的 然后因为因为他们的每一个老师 可能是真的真的非常有经验的 然后非常的他们自己就是也是在最好的 最好的这个钢琴学校就学习过 然后对他们的经验 然后他们的所有学生 比如说去德国都各种各样的一些学校 所以不管是这个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城市 他们水平都非常好的 比如说在德国有至少 至少十个学校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对然后我觉得也是 比如说在这些城市也可以遇到 也可以去听一些这个全世界最好的音乐会 就有所有就是最好的全世界最好的乐团 最好的soloist 他们都会在那边去演奏 然后这个也会给一些那个在那边这个学习的人 就是会给他们一些机会就是去听这个音乐最好的水平 好那你来自以色列你可以跟大家分享来自这个国家的一些民谣或者曲子或者是它的一些特色吗 我觉得以色列就是这个这个国家还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以色列是比较新的国家 只有70多年 之前就是因为有很多犹太人就是从欧洲或者从阿拉伯国家都回到以色列 就是因为很很久很久之前就是犹太人的国家 但是以后就是犹太人都都分布在这个 散布在这个全世界 然后70年之前就是二战之后就是有很多犹太人回来了 所以我们我们的文化就是有有点很多融合的一些 比如说有有很多影响 就是音乐也会有很多影响 比如说古典音乐也会有的 特别是从从俄罗斯或者从欧洲回到以色列的一些人 他们带了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文化 然后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如说阿拉伯 从阿拉伯国家来的人 他们的音乐可能有点像阿拉伯音乐 所以我们这个在以色列会有一些这个融合的一些地方 对所以以色列的音乐也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 这个不仅有只有一个 但是我们比如说音乐会还是这个古典音乐的音乐会有蛮多的 还有我们是很多这个不同的歌曲 所以这个也会有Oriental的 然后也会有一些像西方的音乐 比如说这个pop music 或者这些东西 就是有点像的 所以我们真的有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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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